溪水滾滾流下夾带沙石 而为了让河川河床的稳定 在南投仁爱乡南风村 也就是梅西部落旁的南风溪 中游地区就设置了两个蓝沙坝 不过大雨不断冲刷土舌下 造成蓝沙坝雨沙严重 住在溪流旁的居民就担心 踏利台风将直扑台湾 雨水可能造成更多的沙石冲刷而下 如果沙石越对越高 溪流恐将溃堤造成灾情 前面的蓝沙坝跟这边的蓝沙坝 两个蓝沙坝 现在那个基的沙子又满起来 那再过来就是电视报导 就是泰力台风 这个两个台风随时都要进来 那如果它溪南溪流 如果说越来越下得很大的话 我想说可能也会影响 而管理南投地区溪流的 行政院农委会水族保持局表示 会随时观察雨沙的状况 不过要清理雨沙 也需要当地居民共同找寻放置 沙石的地点 未来也将会与当地居民协商 目前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会观察 如果它本身沙量还没有在增加的时候 那就让它保持这样安定是最好 如果沙量再增加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清 我们必须要找到地方来堆滞 一定要有一个堆滞地点 你没有堆滞地点 你现在清出来 如果你还是把它丢在河道 那可能更糟糕 目前预杀的状况 无法确定 所以每当台风来袭时 居民的心就要忐忑不安 所以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尽速解决 沙石堆积的状况 让居民有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接下来我们《男头仁爱》采访报道